一头牛迷路了 他出现在城市的马路中间 这时赛罗奥特曼接儿子放学开车 经过差点就撞到了他 还好赛罗及时刹车 哎呀 小赛罗你看 怎么会有头牛在这里啊 可怜的小牛问赛罗 能不能送他回家 赛罗心里想着自己还要回家煮饭呢 小赛罗立刻跟爸爸说 赛罗爸爸 这只小牛太可怜了 要是被人类抓走了 会把他做成牛耙的 我们帮助他回家吧 看见小赛罗这么有爱心 赛罗就同意了让小牛上车 问小牛的家住在哪里 小牛说自己是被一阵龙卷风吹到城市里的 他根本不知道回家的路 小牛说只记得自己的家 是在一个住着很多蛋仔的小岛上 赛罗爸爸 我曾经也听说过 在遥远的东海海域那边 有一座蛋仔小岛 里面住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小蛋仔 想要去蛋仔岛 必须坐船才行 于是赛罗找来了一艘船 和小牛一起踏上归家的路 小赛罗担心小牛在航行途中会肚子 于是他就在船上种了一棵树 饿了的时候小牛就可以吃上面的树叶 这棵树的叶子被吃掉还会重新长出来 而且会越长越多 很快这些树就长满了整艘船 他们在海上经历了雷电交加的极端天气 航行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到达蛋仔岛 当他们踏上蛋仔岛时 小牛兴奋地大声喊了起来 他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小牛你回来了 我们找你很久了 你去哪里了 我被龙卷风卷到了城市里 是赛罗奥特曼和小赛罗送我回来的 小蛋仔们纷纷围了过来 好奇地看着赛罗和小赛罗 随后蛋仔们邀请了赛罗和小赛罗 享用了美味的晚餐 蛋仔还给他们表演了科目三 哇 跳得真棒呀 小蛋仔们 随后小赛罗决定把船上那些吃不完树叶的树 留在蛋仔岛给小牛吃 最后赛罗和小赛罗带着满满的回忆准备回家 蛋仔们和小牛都依依不舍地告别 他们的船缓缓地驶出蛋仔岛 赛罗看着懂事的小赛罗 心中充满了骄傲 他们一起迎着阳光 向着家的方向前进 大约 如果